理想我叫Emma Candy 今天要分享的是大花马齿线 你知道像这样子抗旱、抗湿、耐热、没有病虫害 繁殖很快可以一直采收 从春天一直收到秋天 可以采收不完 可以一直享用的马齿线 它有各种颜色 而哪一种是好吃 哪一种料理起来特别的美味呢 我们今天会跟大家好好分享 像这个呢 就是红色的马齿线 而另外一种呢 就是黄色的马齿线 这几个颜色的马齿线我都种过 今天要特别介绍的就是百花马齿线 它就是特别好吃 然后又可以入药 当这样子的马齿线呢 展开美丽花朵 就可以让你的居士也美丽 我们今天就来分享 这个是我种植在这个阳台的马齿线 这样子的马齿线呢 其实呢 在这样子炎热的夏季呢 如果你不去采收它 它很容易就开花 在这个春秋之间呢 这个就是马齿线可以不断旺盛的 生长的时间 所以你必须 当它长得高高的细细嫩嫩的时候 你就要采收下来 来享用 这就是我们马齿线的种植 那马齿线呢 其实它就是被称为是天然的抗生素 它有非常妙用的地方 也就是它含有各种营养 去分享到更多 有关马齿线的这些好处 它的功效 它的营养 我都分享过了 然后 所以说马齿线它的食用呢 其实 它不只是可以 拿来做凉拌菜 那今天我就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怎么样子 用这个马齿线来做一道非常美味的凉拌菜 我们把这样子的马齿线呢 经过掐下来以后呢 其实呢 我会把它再做扦插 然后你就会长得一盆很茂盛的这个马齿线 这个也有一个影片 在说明栏里头 你也可以看得到如何来在 当你采收下来的时候 你如何来种植 也就是很简单的 可以做扦插就种植 马齿线含有非常多种的营养 包括Omica3都在蔬菜的这个首屈一指 法国餐厅都把它拿来左松路吃 可是我们今天呢 可以用很简单的方式来做料理 因为它含有高甲高钙的这些元素呢 我们要把它烫过去除掉草酸哦 然后这样子烫青菜最简单的秘诀就是一冷一热之间呢 让它受过三温暖 这样的青菜呢 就会又清脆又美丽又可口哦 然后这个我们烫好的青菜呢 泡了一下冷水以后 我捞出来以后 把它剪成比较适口的这个小段 以后呢我们就准备来做麻酱哦 其实麻酱非常简单 我就是一汤匙的这个芝麻酱 还有一汤匙的这个出炸橄榄油 把它拌匀了以后呢 我们会再加入一点点的这个白酱油啊 那一点点的白酱油让它有一点点的就是咸味啊 然后再会放上一点的这个糖啊 然后这样子的糖来balance 这是咸跟这个甜之间呢 撞出一个美丽的火花 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酱都调好了 我们就放上我们的这个枸杞 让这一盘呢 简单美味营养的蔬菜呢 变成一个非常美丽可口色香味俱全 可比法国餐厅的佐生物还棒呢